通用汽车将BOT一例停产时间延长至10月中旬 IT之家9月17日消息 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9月16日 通用汽车表示 密歇根州一家装配厂的停工时间将延长至10月中旬 此前该公司因电池问题召回了雪佛安BOT电动汽车 同时由于目前半导体芯片短缺 将削减其他6家北美组装厂的产量 通用汽车表示 在解决火灾风险问题前 不会恢复BOT的生产或销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